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医师你的学弟说到 宽国瑜开直播 两个叫做金鱼直播 金鱼有约金鱼 听到后来就送了他一条鱼 但找郭台铭叫做关公兄弟好时光 这是王院长的脸书 这奇怪 你跟他似乎 关公兄弟几个到的 伯父有情有意 跟他那是金鱼一张 这很奇怪 很多网络包括新闻报导 都下这样标题 金鱼合体博感情 2020铺路有盘算 两个是真的未来 有什么政治上司会吗 这沈医师的大脑 才能够回答这复杂问题 金鱼合体直播 网络酸 王院长你还想再被利用一次吗 他说你很聪明的数学系的高材生 你不能算 金鱼直播一直在说美食 实在是很无聊 网狂骂韩国也很背骨 这是在说什么 正经的都没有说 不能讲那有的 驻韩城余中之王 送一杯不是什么 挑事那习给他 王金鲁送礼别有别意 但是这也不可能说 余中之王还是余中之王 用这个余才对 我记得一下 我记得一下 沈醫師 漏漏重的問題 你剛才所舉的這些網民的反應 沒有一樣是對的 沒有一樣是對 好 請糾正 雲友們 有人糾正你們 這沒有什麼失敬 而且還有一點敬意 我告訴你 王院長從初選退出以後 第二天我在臉書上就寫了 我的學弟王津平 他今天的演戲到今天 每一樣都被我猜到 我告訴大家全國人民 從禮拜一國民黨要民調 那現在從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還有三天 這三天大魚又有了 大隻的魚又有了 你看 除了 沈醫師今天拜五 對 常人 五 六日 金兵現在做一次 好 金兵再剩一次 做一次 大家看不到 我跟你講 王金兵實在是很厲害的 一隻全國真的無人出其誘的 很厲害的大狐狸 我們台灣說大狐狸 狐狸或狐狸精 現在都負面的 我跟你講狐狸是最聰明的動物 你知道嗎 我講狐狸沒有不敬的意思 學弟你不要生氣 這位實在有夠厲害的 我在臉書裡頭 我在臉書裡頭我就講到 這隻狗是你一手把牠拉拔起來了 那本來是要你當高雄市長的 你現在橫行天下 誰能夠把牠再抓回去 關在籠子裡頭 只有王院長 但是王院長不能做得手勞太粗了 你看王院長厲害得 他真的是細膩到 他以前有講 我從頂峰到紅塵來回自如 沒人看過的了 所以你看現在他不是 他現在不是把牠抓回去籠子裡頭 他如果把牠抓回到籠子裡頭 那反彈 你看最後這個禮拜的 明天不曉得要出什麼華陽出來 那韓粉你就沒辦法處理 他現在就是說我現在開直播 所有要選的人大家都來 只要我每個人都有請 要來不來是你那一代 後面就不會去了 那個朱立如我曉得 如果另外兩位不會去了 但是他先跟韓國瑜 韓國瑜他們兩個見面 說吃啦 說小吃啦 玩遊戲啦 講高雄啦 最後送他一隻大鯨魚 而且是藍色的 你曉得最大的韓粉胡宥偉教授 胡宥偉就是那一位 如果中辭電子報講到說 退休官員 退休前發言人 某教授 某那個... 那就是一啦 那一大堆 再講韓國瑜的好話的 你一點進去就是胡宥偉 OK 吳祐偉今天多高興你知道嗎 他說王院長露餡了 因為王院長終於 把韓國瑜捧成藍營的共主 何以見得呢 他說那一隻鯨魚是藍色的 藍色的就是藍營 然後把它比成鯨魚 鯨魚是魚中之王 所以這個是藍營中的共主 意思就是說他現在搞不懂 鯨魚藍鯨困潛灘 而這個潛灘就是西紫灣 困在那個小魚缸裡 是不是 你在跟他小氣 我小氣喔 是的 鯨魚放在小魚缸裡 那魚缸要很大 我覺得他要他回來高雄 困潛 困潛灘 要守在西紫灣 OK 沈醫師有另外的解讀 這個胡老師 我不要注意一下 胡老師你不要急 我對你也一樣沒有什麼不敬 你只要看王院長下來跟郭台銘 官公好兄弟 你要曉得官公好兄弟 不是只有他們兩個喔 是 全台灣跟王院長還有跟郭台銘 生氣相投的官公兄弟 多少你知道 對於北九人一大堆喔 沈醫師 雲友有說 他跟韓國瑜開直播是在放著 但是跟郭台銘開直播是來的 完蛋喔 對 你覺得這有差別 對 才有差別 OK 這有差別 這一場其實你看王院長在鬆鬆鬆鬆鬆 和時間鬆鬆鬆鬆 稍早會有併發症 那併發症還要收拾 他已經等到禮拜五了 為什麼呢 因為來不及了 因為現在頂多死亡加發都還不確定 王金加發對我來講都還不確定 所以他等到最後三天不出手不行了 沈醫師雲友問說 這個南米國最近換老闆 很多人在問說 郭董整個把南米國抵起來 這台灣的壓求是我們的國球 而且郭董過去也拍過廣告影片 他也贊助過偏遠地區的朋友 小朋友蓋棒球 你覺得這有可能性嗎 基本上南米國 如果真的要轉賣的話 大概是對郭董來講 是天上掉下來的一顆很意外的靈 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會贊成他買嗎 因為郭董喜歡棒球 而且在南投 他投資了一個棒球場 花了好幾天玩 所以讓郭董來買 其實是很合理的 因為其他的老闆 是中信金 還有什麼衛權 還有統一 還有富邦金 南米國實在是有一點勉強 南米國是有一點勉強 企業規模比較小 所以由郭董私人的口袋 不要紅海 由私人的口袋來買 那掛紅海的名字 那紅海的名字 要還有董事會通過 但是掛名權的費用 我覺得郭董不應該收 要不然就是紅海的錢 放到自己的口袋 但是我覺得他可以在棒運 棒球上 比如說拉高大家的薪水 比如說股東 還有股東跟這些支持網球的 棒球的朋友 可以譬如說每年看一次免費的 我覺得他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所以他如果聰明的話 因為聽說現在跟他競爭的 包括星光金 他如果要詬病 他要買他要入主的話 他不會輸給星光金 你看他買夏普的口袋 那是大手筆 他如果要的話 想買就一定要買到 他如果沒有買成 他也可以說我積極在進行 然後這個週末在這個組場 桃園的組場 我知道他會去看 周末會去組場 拭目以待 如果申部說 Lamigo我買了 我會說你這個年輕票 這個你再想看看 OK Lamigo的球迷真的很多 我跟我弟弟去看過 那個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球隊 鄭文燦也一直鼓勵這個球隊 在桃園好好的生根發展 今天跟大家馬上預告一下 今天下午開始的政治最新地圖 2點半 朱立倫要參訪新莊的 什麼 昌平公共托育中心 OK 那下午3點 蔡英文總統要主持 2019年總統教育獎的頒獎典禮 裡面有幾位非常傑出的老師 可以看看他們感人的故事 下午3點出這張院場 要視察屏東的農業 生物科技園區 下午3點10分 陳其邁副院長要視察 台南市的中西區的德福市 下午3點15分 OK 郭台銘跟王金平 要有所謂關公兄弟會的直播 叫關公兄弟好時光 晚上10點鐘 歌文哲雙城論壇 會有一個反台的 要反成的一個記者會了 我想要進下一段VCR之前 有一個小的題目 要追問一下猴子 這個王院長幕僚說 就像林志玲閃嫁給日本人 王院長陣營說 初選這場戲還有的巧 他已經推出初選了 我們的開玩笑說 對啊當初這個服務員愛 嫁給台灣的江洪姐 所以這個林志玲要嫁回去 給日本人還一下 就像林志玲一夜之間就嫁了 且沒有人想到他會嫁給日本人 國民黨最後的人選 只有選舉公報印出來才會知道 大選的結果只有開票完才知道 當然大選結果是開票 問題是這句 國民黨最後候選人 要選舉公報印出來才會知道 為什麼要等到選舉公報 初選不是完了 選舉公報怎麼時候才印 我先講一下 我們投票前兩個禮拜才收到 拜託1月11號到12月底 這個話是怎麼說的 而且我親自去問王院長 沒有問到本人 問到旁邊的人說 那個意思沒有錯 沒有頂答 到底是怎樣 要等到那個時候 要等什麼 我先講一下就是關公兄弟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看到 一開始看到警察 訓辭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王院長以前 擔任就是 義消疫情總會的會長 他在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 義消只要缺錢就是找 就是很常常就是找國台銘捐 捐器材 捐什麼 所以他關公兄弟其實是這樣來的 就是他們其實在義消的那段時間 就是先有義消總會 後來才有疫情 那他那時候其實經常的 因為消防員的 因公殉職受傷的 這些扶序的 都是錢 這都不是政府的 政府有政府的錢 但是他們義消總會還會另外撥 那經常那時候都是找國台銘捐 而且很大比 我還看過那個消防車沒有油錢 是他的基金會店 動不動 都是一開口就好幾千萬 那一開口都好幾千萬 所以關公兄弟是這樣來的 那我講說 其實你看到這兩場的直播 就是昨天那場的直播 和今天即將來這場的直播 你會覺得說 王清明院長當初沒有參加出選 其實是對的 就是說如果他出選 一定沒有這行情 現在是大家都 都受救人 沒力不行 沒力不行 那我覺得其實 這點我可能跟沈醫師看法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 從目前的狀況來看起來 我認為韓國瑜出現的機率還是高 就是說就好像 我們在看民進黨初選的時候 那個蔡英文的時候 最後賴清德贏8% 理論上你不會贏那麼多 但是就新的網路科技 就原本像民進黨傳統的民調 在以前他們的初選民調上面 知識者都會回家等電話 但是新的網路科技出來之後 透過網路的串聯 透過LINE的串聯之後 它有辦法讓有強度的 如果你有一定的量 有強度這件事情 會勝過你普遍的支持度 那就是台灣現在兩個粉最多 一個是英粉 一個是韓粉 所以蔡英文的那個時候出選那個狀況 一定會在這裡 這狀況會出現 韓粉的高度積極的動員 回家吃吃的等電話 這件事情 會彌補某種程度 剛才沈醫師說 我現在相對弱勢 其實現在的狀況 我看到的各個民調來講 韓目前還是贏鍋 如果韓出現 按照你的說法 那為什麼王還在等我 選舉公布贏出來才有真正 要等什麼 就出來就出來 還要等什麼 我先講就是說 因為目前的狀況 韓本身的盤還是比鍋大 再加上韓粉的凝聚 再加上現在還有 所謂的民進黨 什麼有魚吃魚沒魚吃菜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在14年跟16年 我們都看到過 14年的市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民進黨是覺得 民進黨的智者覺得 大連接的比較難打 所以其實他們是要灌丁手中 可是其實民進黨高層 是覺得丁手中比較難打 大連接的比較好打 那當然最後是因為太陽花了起來 剛好阻斷了那個丁耳中打 打連勝文的氣勢 所以最後是連勝文出現 跟正面也覺得連勝文比較好打 包括16年的防範民調 其實也有 你認為民進黨的策略性投票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有一定的影響 不然那個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這幾個因素加起來 看起來韓國瑜是會過 那問題是韓國瑜過之後 就是剛剛講的 韓國瑜會過之後 但是韓國瑜的 很容易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的高點 可能就是在初選 OK 通過的時候 可能就是他民進黨的高點 他沒有什麼 你認為網友有沒有在暗示說 我會糟糕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就是說 那個中間就會有很多變化 因為我想就是說 會不會換柱 會不會換雨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黨中央要怎麼做 比如說朱立倫他當初也不是我要換你 就最後你選不下去 或整個黨選不下去 是 那就得換了 OK 所以我想重點說 你選不下去 還有黨選不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要等到選舉公報出來 才知道說 國民黨原來是 沈富雄代表他們選 OK 好 我們看一下郭台銘董事長 最新的VCR 報告 垃圾 因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董事长因为他的夫人跟他的弟弟都因为癌症过世了 所以他的诞生是为了重生 所以他大笔的捐款给台大医学院设立了国家级 甚至世界级的癌症的治疗跟研究中心 有感动了 我的关系的广告片 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他的广告真的都拍得很好 我昨天看了几个朋友看都觉得蛮感动的 对 就是他的广告不止这一支 从第一支开始我也觉得拍得不错 称赞其他的 高手超刀 对 就是广告真的品质很好 质感很好 然后内容的诉求有感动的那个点 但是我同样的事情有正面有附近 因为他的广告真的吓超猛的 网页 手机 家用电话 到处都是他的广告 就连韩粉聚集的挺韩的 背面都是他的广告 OK 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加分还是反感 我觉得 你认为还要再观察 OK 还要再观察 因为他真的很有钱 我们都知道他很有钱 然后他花钱的方式让人觉得 我天哪 你可以这样花钱 不过一个好处来看 有钱的至少不要A国家的钱 会不会啊 这个神医师那样看 当初大家也是这样讲出来吗 对 有人这样讲 对 郭台湾为什么要这么强力的去打广告 因为很多人不相信他选政的 现在终于相信了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还没有入心入脑 OK 还没有入心入脑 所以他拼了 他拼了这么多的民调 还有后资刚才说 他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倒是很同意他的看法 就是说民进党会灌票 还有韩粉会去搜手机 搜电话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劝我们所有的观众 今天下午要看 王金平跟郭台铭的直播 因为这两点 难道王金平不知道吗 王总当然知道 所以他知道了以后 他今天下午 你来看 岛队也没有撒起 要多猛 要多猛 本来也许是这样 官公兄弟 也许他晓得这个紧拨感 尤其看到他刚才那一番话 偏早会爆 就把它吹下去了 所以大家今天往上 不要离开一定要看那个 OK 来 10秒钟结论 不好意思 时间不多 OK 后资 没有 就是基本上 郭董事长选举就是 他还有 我觉得韩国会出现就是 还有延长赛 郭台铭出现就是大概 比较容易团队 如果郭董出现 就大肆底定 如果韩国会出现 后面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OK 非常谢谢三位 在这个周末前夕 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是一篇人 我是我家云团队一线 下礼拜一同一时间 云端再见 谢谢沈医师 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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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